怎么样才可以练好运球基本功呢 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记得收藏和关注 从篮球个人技术来说 运球基本功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是作为一个后卫 所以我们练习篮球的时候 运球基本功是首先要练的其中一个技术 网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运球基本功的这些教学 我今天教给大家的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一个练习方法 把我自己自学篮球的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 因为大家都跟我一样都是草根球员 我们先练习一些基础的啊 原地的 对吧 像这些低运球左右都要用 你不能偏 你如果你是右 你左手也得练 一开始你可以先去看球 当你掌握了一定时间之后 不要看球 并且把你的力量去加大 也要做一些大幅度 也要做一些小幅度 然后要加大力量 让你的这个手很酸 一开始你会失误 但是你千万不要怕失误 因为你如果不失误 就说明你的练习的这个力度 要达到你的极限 那你就不会进步 所以你一开始要失误 没有关系 你再引起来 然后你再继续练 你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胯下的背后的 你可以先做柔和的 然后再用力量的 然后也要有身体晃动的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手指的 所以你就把都有原地的这种运球全部练一遍 记得是先柔和的 先掌握好球性 在掌握到球性的基础上去加大力度 对失误没有关系 加大力度 然后再去加大这个幅度 大幅度小幅度都要训练 OK 你这些原地的基础的都掌握好了 已经很熟了以后 我们就要再做一些这种原地的组合的 比如说你现在掌握好了一个胯下了 那我们要胯下背后 然后有停顿 有快慢 你看 慢 加入了你对这个球的掌控 节奏的快慢 OK 这个也掌握了以后 你就要做一些行进间的 对吧 我们先不要加入突破脚步 我们先加入一些移动就行了 不用真正的再突破 我们比如一个胯下 背后 背后 转身 转身 提前 胯下 背后 背后 转身 把你所有的 你觉得能做出来的可能性 全部做一遍 因为每个运球动作在行进间的时候 它需要你协调到这个身体的 尾还有对这个球的掌控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要去让身体记住这个感觉 你只要根据这个训练方法 努力练习 一定能成为运球基本功 非常扎实的运球高手